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澳门 台湾 欧美等海内外广为流传 永春泉至今仍完整保留了五眉师太创权时的风格及训练体系 几百年来从未失传 迄今为止已经传承至第十代棍子碑 永春泉是中国武学史上少有的专为弱者所创的泉法 因适合女性练习故又有女人泉的美称 其权力充分剖析弱者及女性的特点 精确把握距离 利用空间充分调动人体的本能与潜力 用己之长功敌之短 快进横准 以小打大以弱胜强 永春泉以武为行 即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贯穿了中华传统哲学智慧 强身健体 防身自卫的武术技巧 与中华传统一阳理论等丰富内涵 永春泉从福建起源 并随着时代变迁 逐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发展 在国际上影响极为深渊 值得一提的是 两岸四地文铜根 武铜圆 永春泉以身受广大同胞的喜爱 在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和地区 永春泉因其卓越的实战性 被诸多部队 军队等 作为晋升格斗的必修科目 特别是近十年来 永春泉练习者和爱好者 已遍及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数过亿 永春泉的全套 大家都知道其实只有三套全 那么小念头是永春泉的重要的路门 它是意味着练习者要叫排除杂练 真切地认识自我 达到言论开阔的入围行进 那么第二套寻巧 寻巧是永春泉的终极套 是在小念头 手伸步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提升 讲究攻守同时连胶带打 手脚不一用 进一步强化手伸步的配合 那么标志讲究七手八脚 三轴五拳 以攻为守 以进为退 那么是面对墙底 反败为胜 以落胜墙 那么标志一用 你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气势 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标志不出手 可以说永春泉作为中国功夫的代表 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符号 更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 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的文化中华民族 都会变成了积极的文化